西半球预风铌提早报道 大西洋史上最早出现的五级预风贝罗 先后袭击了巴贝多、圣文森、圣陆西亚等国家 带来不少灾情 分别是停电还有房屋毁损 尽管预风的威力已经减弱 依旧在加勒比海带来很大的影响 为了安全起见 亚马一加就宣布宵禁 而在美国临近墨西哥湾 有好几个州都做好防范 像是德州就宣布进入戒备状态 空拍画面看到树木被吹的东岛西歪 建筑屋也有部分毁损 整座小岛满目疮痍 飓风贝罗重创加勒比海 登陆点格瑞纳达的卡瑞亚克岛 半小时被移为平地几乎回岛 格瑞纳达高达95%的地区断电 巴贝多400多人被撤离到避难所 申文森及格瑞纳丁也严重受灾 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 虽然贝罗一度威力增强为五级飓风 但随后又减弱为四级飓风 美东时间3号11点暴风圈 逐渐远离亚买加 往墨西哥方向前进 虽然贝罗飓风没有登陆亚买加 但依然带来强风豪雨 亚买加近500人紧急避难 因为这一天会很危险 因为他们在四级飓风中 而不是四级飓风 那是很危险的 预计美东时间周五晚间 贝罗飓风将抵达墨西哥湾西南部 穿越当地并持续往西北方向前进 美国德州南部已经开始 有民众自主撤离 希望将灾害降到最低 大海新闻张力编译 美国德州南部